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經歷過一個特別的歷程的一個禮拜 有沒有? 有 有嗎?好像很小,好像只有某些人 文老師講的這個,他有經過一個特別的歷程的一天 接下來的這個時間,我們要開始今天的祭拜讚美 要請大家我們用讚美我們的神 我們用純真的心態來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我們的神 讚美,還沒開始讚美之前,要請大家先起立 然後呢,跟你周圍的朋友,弟兄姊妹,跟他問好 好,所以很高興今天跟你一起讚美 一起借 идеORDY,高興太高LY,一起讚美 高興太高LY 高興太高LY,一起讚美 是的,我們一起讚美我們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救赎我们的主永远都活着 阿们 阿们 请让阿们的双手借给我 我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 我的救赎者活着 他是有我的主 当我在神谷迷失时 他定我走着一匹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他是有我的主 当我在荒野孤独时 他帮我做我的人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你生爱你往生之来 我知道我已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并不再沉睡 刚好就想起那一天 我将见他入望之灭 好吧我们把手中的座 把我们放向我们看前面的PVD 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来 高级我们的双手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他是有我的主 当我在荒野孤独的时候 他要陪伴 我在荒野孤独时 他帮我做我的人 我当真正的唱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扭受到你往生之来 我知道我的救赎这永远活着 我今不再沉睡 刚好就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誉之灭 再次来宣告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这永远活着 我今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预言中 你守他与我生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这永远活着 我今不再沉睡 刚好就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誉之灭 刚好就想起你那一天 刚好就想起你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誉之灭 祝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永远活着的神 我们吃的祂是永远活着的神 跟大家分享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不论我们在这样的境界 不论是经过风暴还是黑夜 我们的神都要与我们同在 祂要与你与我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请你把你任何人生当中的境遇 都交给我们的神 祂要与我们同行 请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同行 忧伤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明亮 不会不忘 魂发软弱中 有你自我旧的岗墙 旧风发过黑夜 独牵默越阳台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望向前 愿我索性如尽 愿我索性如尽 处处留下 有你痛快点点痕迹 要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个道料 把你心中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交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说 神啊 恳求你引导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婚姻 在我的事业 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 在我跟你之间的关系里面 我如果紧性风暴 度黑夜 度切磨 月海洋 我都知道 你要与我同情 你要为我留下恩典的痕迹 因你与我同情 我就无畏无忌 患笑是你同情 忧伤是你共情 因你使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困乏万弱中 有你私人 我就等放下 请风暴 过黑夜 尽管我 度切磨 月阳 白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相欠 愿我 愿我所心不尽 愿我所力 几云 处处留下 伤 spread 游你动在 别人 就自己 空暴 空暴 过黑夜 度切磨 月阳 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相欠 愿我所心不尽 愿我所力 寄予 处处留下 梦想留你同在点点痕迹 是的 神 我们把我们自己敲包在你的手中 愿意为我们留下点点痕迹 好 大家请坐 很高兴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我想要用最后一首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经历到的一个旅程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首诗歌 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好听 这首歌很好听 但是等我经历最近的 我已经大概有四个月就在经历这个叫做信心的旅途 我今年已经37岁 我有一个孩子五岁了 在四个月前突然呢 神又把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我 就是我有第二个孩子 目前四个多月这样子 然后其实在这段时间呢 我经历很多的不舒服 特别是别与我第一胎的时候那种辛苦 跟就是有很多症状这样 每天就是我觉得都很不好过 一直到现在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更担心的就是我已经37岁了 所以等于我算是一般人家讲的高龄产妇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害怕跟担心 那我觉得现在医疗虽然很进步 但是我觉得人的心是很软弱的 在面对你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 我常常跟神祷告说 神啊 这孩子是你赐给我 他放在我的里面 但是其实我每个月啊 就是只有每个月的产检 我才能去跟他见面 因为其他的时间我看不到他在干嘛 这样子 我只能去想像他在游泳啊什么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的不舒服比第一个baby的时候还要更强烈 所以我有很多的担忧 那很特别就是 当有一次我就是在开车要去上班的路上 我就跟神讲讲讲到 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哭 因为我就跟神说主啊 为什么我会是隔了五年之后 我才又有孩子 那我觉得不管是身体上心灵上都悲剧煎熬 就是说我很开心有这个礼物 但是问题是我经历到更多的害怕这样 然后结果我刚好呢就是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 就刚好正在播这首诗歌 我发现这首诗歌好像神就在跟我讲话 特别是信心这个两个字就很 好像像破音器一直在我耳朵 那我们等下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一直在讲信心这样子 那我后来我就突然有个感动 很特别感动就是 我的老大叫逆心 逆字安宁的另外一个字 然后我们那时候取那个名字 是因为希望他有一个安静的信这样 结果突然 我突然跟突然在听那个信心旅途的时候 突然我就发现神告诉我说 欸你的老大是逆心啊 那你老人你就给他取 就是取一个特别名字 因为我那时候都必须用他的名字 用一个小名字来祷告 那我就说那就叫信心吧 所以现在每次我如果在祷告的时候 欸求神呢 帮助我的信心呢 在我肚子里面 怎样怎样怎样 那所以这首歌呢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我相信我们现在所有弟兄姐妹 可能在你生命当中 人生当中 你现在也卡在一个 你到底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就像我一样 我也是觉得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做很多的抉择 但是我想把这首歌呢 跟大家分享 让神的爱在你们心中 让你们充满信心 在圣经里面说 信至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觉得这个话实在是太 让我在这个时期更加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太真实了 神已经把那个画面放在我的眼前 是很真实的哦 那我也盼望把这样子的 信心的确据跟实体 也送给大家 一起来 赞美 来一起来敬待我们的神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它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 神会一起来把这样的东西交给我们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地步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 让我看见 眼睛 看不见 眼睛 看不见 实现在 心里的 深处 让我们的情话 心里的 uro 모두 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再看顾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人今 是现在心灵的神主 星星是一个亲爱的祝福 为我打开一批窗户 让我拥抱天赋永不知也能一致 即使眼前无欲离物 啊星星的旅途 翻山越岭也不轻易 挑战脚步 啊星星的旅途 千山万水总是诸说 天不再看顾 我相信我尽力 我知道你赢了 我相信我尽力 我知道你赢了 我相信我尽力 我知道你赢了 我相信你赢了 我相信我尽力 我知道你赢了 我相信我尽力 啊星星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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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ил LOAN 有志尔 你赢了 啊星星的旅途